诸葛亮的媳妇到底有多厉害 为何仪表堂堂的诸葛亮却偏偏娶了宠女黄月英呢 传说缅阳明是黄承燕和诸葛亮是望连娇 他想将女儿嫁给诸葛亮 诸葛亮听到这犹豫了 没有任何男人想娶一个宠女 毕竟两个人要生活一辈子 要是互相看不顺眼 岂不是要天天吵架打仗 这天诸葛亮去皇家拜访 进门时一只狼狗竟向他扑来 吓得诸葛亮险些跌倒 他刚跑几步 却发现狼狗站着不动了 原来这只狼狗是一只木狗 这是黄月英设计的巧妙机关 诸葛亮看半微妙微笑的木狼狗 不由得大吃一惊 如此有才华的女子 自己怎能嫌弃呢 诸葛亮在娶黄月英时 曾受到岳父黄承燕的为难 设下了三步的条件 黄月英一不能坐驾 二不能骑马 三不能搭船 如何才能破解这个难题呢 诸葛亮正在发愁 突然仆人送来了一封黄月英写给他的信 在这封信中 黄月英除了问候 还在信后 附有一张木狗的制作图纸 诸葛亮根据这张图纸 创造出木牛流马 而木牛流马的原理 就是来源于黄月英发明木狗的创意